更多书请添加微信 HLLX321 陈天宫你敢动一下试试 皇宫内天师殿外 白小春到来时 他立刻就注意到 那里不再是空无一人 而是有数十道身影 正站在那里 四都要去拜见大天师 这些人中 他看到了陈好松 看到了当初陈好松身边的那个老者 除了这两位天宫外 还有三个天宫 也赫然在内 白小春虽不认识 却是能感受到这三人身上的天人气息 至于其他人则是天侯 里面有那么四个 白小春也见过 正是当初围杀他的九大天侯中的四位 此刻所有人都面子难看 在等待大天师赵剑时 白小春的到来 立刻就凝聚了此地所有人的目光 在看到白小春后 立刻就有人咬牙低合 白豪 尤其是陈好松 更是目中寒芒闪过 看向白小春时 他的傻意就在心中起伏 实在是呢 李家天侯 与他这里关系非同寻常 而如今 却因白小春这里生死未知 眼下整个魁皇城的权贵都已被惊动 两位天侯被大铁身拿下 此事引起的震荡极大 更是大探之下 知道了此事与白小春有关 立刻在忌惮的同时 太多的人 对于白小春这里已经心生恨意了 那一道道目光 全部落在白小春身上 这里面五位天人 其余都是半部天人 他们的目光 竟可化作实质 让白小春这里感觉头顶如有无数大山 轰然压下 白小春脚步一顿 看向四周众人时 察觉到那一道道目光中的寒意以后 他心中的低沉忽然少了很多 紧张的感觉随之升起 这些人对我的杀意如此强烈 他们怎么不敢对大天师这么去看 偏偏敢这么对我 这是明显的欺负我羞为弱 白小春心下凌然 看着四周众人 就在这时 陈好松忽然开口 白好 你竟敢蒙蔽大天师 李天侯与陈天侯叛乱的证据 你若真有 那给老夫来看 他话语一出 一股肃杀之意 陡然爆发 目光如解 似要将白小春直接轰杀 白小春面色一变 之前众人的压力 他本就有些承受勉强 此刻随着陈好松的气势降临 他立刻就仿佛是被山峰撞击 耳边轰鸣中 身体退后几步 面色也都苍白下来 甚至体内修为也都出现紊乱的迹象 一股强力的生死危机立刻浮现心头时 白小春心神颤抖 可目中却有了一丝恨意 脑海再次浮现了万人坑内的惨状后 他没有去压制修为的紊乱 反倒是在这退后中咬破舌尖 直接就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生意凄厉而起 陈天工你好大的胆子 竟在天师殿前要杀我这监察使 难道你也想叛乱不成 白小春大吼一声 心念升起的瞬间 立刻远处一道道身影急速而来 密密麻麻正是一千尸魁血军 带着陶铁杀气 悍然临近时 此地众人都灭色一变 陈好松更是目中露出逼人的寒芒 他知道分寸 之前开口时虽荣辱修为 可却只会让白小春觉得压迫心山而已 不会伤他 不是他不想 而是这毕竟是天师殿外 可却没想到 这白小春居然反咬了一口 借助此事直接将那尸魁血军招来 这就让他灭色阴沉下来 其旁另外四位天公也都皱起眉头 白小春此刻目中露出疯狂 他相信 对方绝不敢在这里杀自己 而大天师若真的任由自己被人灭杀 那么这一次的血腥警告将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无论如何 他今天在这里都不会有生命危险 既然如此 他心中的沉重压抑自然要释放一下 尤其是在心头已发狠的情况下 白小春索性不去考虑太多了 陈天高 你敢再动一些 白小春大吼了一声 立刻那上千石魁傻气更为强力 环绕四周 齐齐看向陈好松 似乎陈好松若是真的动了一下 他们立刻就出手 你敢 陈好松面色变化 怒视白小春 对于此人的刁钻大胆 此刻算是再次的体验到了 我不敢 我白昊 有什么不敢 巨鬼王的脑袋我都拍过 练魂湖里一百多人我都绑过 八十九区数百人我都站过 我不敢 你再敢动一下 你看我敢不敢 白小春红着眼大吼了一声 你威胁我 陈好松眯起了眼 目中杀意 此刻更为浓郁 还有你们 谁敢动一下 今天咱们没法 不止今天 你奶奶的 天宫我都敢威胁 何况你们这些天后 都给我听好了 今天结束后 你们都给我小心点 明白的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所有人 本监察室都盯上了 白小春是彻底豁出去了 声音狂妄 蕴寒暴怒 传遍四周时 这皇宫内的无数人都听到了这里的动静 纷纷心惊 至于天室殿外那些天后 此刻也都怒气迎凶 可眼看陈好松那儿如今都一动不动 他们又怎么敢动呢 只能怒视白小春 而比目光 白小春谁也不怕 此刻也一一的怒瞪回去 陈好松面色越发难看 就在他有些压制不住怒意的瞬间 一个苍老的咳嗽声 从大殿内传出 天师殿的大门也慢慢打开 大天师的身影 从内缓缓走出 吵吵闹闹 成何体头 大天师沙哑的声音 徐徐回荡 拜见大天师 几乎在他走出的瞬间 包括陈好松在内 所有人立刻就内心一沉 纷纷的向着大天师抱拳一拜 这么多人一起到来 有什么事情就说说吧 站在大殿前 大天师的身影 看起来有些沟楼 更显苍老 声音也都没有什么威严 可四周众人 却一个个心中更为季的 大天师教训的是 晚辈来此 是以西部长城的战士 有些失利 还想要请出密宝通天赐 陈好松恭敬开口 其他几位天公 也都相继的说出话语 有的说是某个部落作乱 有的说是什么地方 治保现实 还有的则说是通天河区域的 一些消息 至于那些天侯 也大都如此 汇报着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 绝口不提 李晨两位天侯的丝毫 白小春在一旁看着 也算是开了眼计 知道这些人都是老狐狸 他们不需要表态 只是到来汇报一下工作 本身就已说明了态度 且不能说他们心向葵黄 毕竟先是任命了空玄多年的监察室 又如此快速的拿下了两个天侯 此事自然会让所有权贵都人心惶惶 所以来试探一下也是正常 可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其中有一个天侯似乎反应慢了一些 在众人说完后 他说到最后却提了一嘴 大铁师 那李天侯 他话语刚说到这里 四周刹那安静 这说话之人也愣了一下后 额头顿出汗水 正在不安时 大铁师抬起了头 有些浑暗的双眼 看向这说话之人 你大点声 我听不清 我 再大点声 杯纸 无事 那天侯额头汗水更多 身体颤抖 再没有半点吃衣 赶紧说道 大铁师点了点头 没再说话 四周的沉默此刻越发寂静 很快的 陈好松告辞 其他众人也都陆续告辞 渐渐的一道道身影离去 铁师点外 只剩下了白小纯与大铁师 白小纯眨眨眼 今天这一幕 让他觉得长了不少见识 尤其是大铁师的简单两句话 让白小纯大受启发 琢磨着如此开口 自身的气势也都能强烈无比 给人以无比压力 有些时候 老夫真的挺佩服那位通天道上的天尊 我 不如他 在白小纯这里琢磨时 忽然的 大铁师平静的声音 如同惊雷 直接就在他耳边 轰然炸开 你说 方才的那些人中 谁的心里 是向着那没落的皇族呢 大铁师目光深邃 看向了白小纯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